B.I.裂缝out 墙面变漂亮 B.I.常伴有霉菌 除了外观差更影响健康 要处理的话最好选两三天 上晴天的日子 B.I.的游览就是从我们的楼顶 跟我们的外侠 然后透过可能下雨天 或者是渗水的部分 然后到我们一家住户 这本的方法是室内外都要处理 当外墙衣食无法处理 只做室内也可以撑两到三年 但有B.I.的整面墙都要做 如此效果才会好 用刮刀将墙上所有能刮起来的东西 全部刮干净 这可是要刮得非常干净的哦 再用刷子将沉屑刷掉 再来只要涂酸洗剂 B.I.它可产生了该化的那些东西 大部分都是属于碱性的东西 所以要用酸性的东西去洗 你如果有那种清洗厕所的那种盐酸 就是直接可以拿来做洗漬 比例的话水是95% 然后5%的洗盐酸就好了 涂好一层以后 等两小时以上干燥 才能上封闭剂 最主要就是让墙面的毛细孔部分 把它填满 那它才不会从外部浸水浸进来 封闭剂完以后 它表层会有一层像油膜的东西 这层东西会让室内漆涂不上去 等两小时以上干燥以后 要先上底漆才行 底漆干了还要先抹披土 把表面凹凸不平的地方尽量补平 补好也要等干透 用150号砂纸包小砖块或木块 把墙磨平 再加油就当做运动嘛 磨好把表面刷干净 就能上室内漆了 怎样辛苦有代价了吧 宽3公里以下的缝可以自己处理 3公里以上最好找专家鉴定一下安全 尤其是乘45度角的裂缝 可能是结构出了问题 像这种不规则 小于3公里的裂缝不好看但安全无余 处理时先用披土涂上一层后等干 风较大的地方干了后土会内缩 要再上一两次披土 后续跟病癌处理一样磨平上漆就行了 快过年了 墙壁也要修修点咯 东新闻台北报导